Each person possesses an inviolability founded on justice, Rawls writes that even the welfare of society as a whole cannot override 你说一般法律上的问题到底是正义还是秩序 那其实所有的法律呢其实为的位置的是秩序 那秩序就是你既然公布了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很多行为的可预测性 那么既然为了稳定的话为了安定的话 那你当然应该按照你的这个错嘛 那你真的错了你就应该吃下来 譬如说两个人认为结婚而一突然召唤其他人 在两分钟就说我改变了我的心 那两个人有联系的联系吗 没有任何联系的联系 没有任何联系的联系 我们今天这个合约已经达成了 可是我没有按照照常出货的话 这代表说我好像违约 或是其实我没有公信力 这在对于就是大众来讲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你这家公司就是可能说话没有公信力 任何的冲突解决 其实都是有四个字 一个是力 力量的力 一个是理 道理的力 第三个是利 利益的力 第四个情 利 理 利 情 同意这方面就是要双方同意 那互利其实有些状况下 你同意的这东西 可是其实你不一定会互利 你叫我个人 第一个人 并且有些人 有些人 请来自明镜需要尤其 而是 留意